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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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爷把赚的所有钱都捐出去了 现在自己身无分文 还要多养一个小孩 最关键这孩子正是喝奶的那个年纪 王大爷只好去买羊奶 喂孩子 每天去拾荒的时候 就把欢欢背在背上 为了欢欢能和其他的孩子一样 不用为了学费而犯愁 王大爷工作的更加的卖力 时间很快 转眼间欢欢已经23岁了 在这20几年 欢欢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捡回来的 但不知道那个大嘴巴 居然把这件事情告诉欢欢 为此欢欢和王大爷吵了一架 毕业后 欢欢嫌家里穷不高而别 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 稳定了下来 不回这个家 也没有寄回来一分钱 也不联系王大爷 虽然欢欢做得过分 但是王大爷依旧每天在家门口盼着欢欢回来 等了一年 两年 欢欢还是没有回来 听邻居说 欢欢是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这让王大爷开始慢慢的死心了